好,那這是上週的那一份頭影片 我們講電腦到底怎麼下棋的 那這一份頭影片的原則上 我們不再從講,我們只先回顧一下幾張圖 好,還記得這個嗎? alpha-beta修剪法 基本上這個圖上面就已經展示了所謂的minima-mesma的演算法 那每一層只要是max乘就是我方要下的 我方要下的我應該盡量讓分數越大越好 那如果是min乘的話呢,就是敵方要下的 敵方要下的話就應該取越小越好 類似像這樣子的做法 那就可以搜尋所有的下法的可能性 而且搜尋很多層 那搜尋很多層之後 你搜尋的越多層你起力就越高 最完美的狀況就是 你從第一步就已經算到最後一步的所有可能下法 那這樣子的話你一定完勝 你不可能輸啦 幾乎不可能輸了 好,那可是這種方式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minima-mesma 因為它每一層361種下法 361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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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10乘之後呢就是36兆兆 你不可能全部找完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最後 你必須要試著說 OK,我有沒有可能找上多層一點 譬如說我本來只能夠找上 譬如說四層 三層四層 那我如果今天可以修掉一些分支的話 那我就可以找得更多層 那如果我今天修的分支越多 那我可以深入的層數就越多 如果平均只有兩個分支的話 我們要搜尋上30乘是很容易的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採用這種方式來做切 那這種切法其實是有一些技巧的 就是你如果想把後面的鏡可能切掉 你應該再把最好的放在前面收 如果你把最爛的放在前面收 最後什麼都沒切掉 所以你要把最好的放在前面收 那後面不好的就自然會切掉 這就是αβ修減法的一個訣竅 好 那這邊就是切點 那上禮拜我們有看過 因為這一層是mess層 然後呢 它要取大的 那這三六裡面是六大 對不對 所以現在六上來 那可是接下來這一層 這一個節點其實它還沒有上完 它只算了第一個分支 結果發現第一個分支是5 那就把5提上來 因為它是m乘的話呢 接下來 所有的分支只會造成這個5變小 不可能再變大 因為它是取minimum 取最小 取最小我既然已經有個5的話 我就會只會一直變小 不可能再變大 所以當它這邊最大只可能是5的時候呢 那它就已經比6小 它不管後面再怎麼算 通通都比6小 所以這一支基本上已經沒有用了 這整支都沒有用了 所以後面全部都不用算 全部砍掉 那這就是αβ修減法的特點 就是說它別人觀察到這種對局數 結果發現可以修 那就提出了這種方法 那所以它就可以在固定的時間內 收得更深更遠 那另外一個在這裡重要的就是盤面評估函數 對不對 就是我們收完之後 其實通常不能收到底 那我們最後還是得要用一個盤面的評估函數 那這個就是對局搜尋的例子 那接下來我們 對盤面評估函數我記得我們應該有 盤面評估函數在哪 這個太後面了 後面會有沒關係 這個 我們這一份就先到這裡 直接看後面的 alpha-go的例子 那今天我們就來講 alpha-go的設計原理 那原本其實我還沒摸透 其實到現在也還沒完全摸透 不過 其實自從看了馬克章的投影片之後 我大概就已經摸得差不多清楚 那馬克章是我一位網友 他前天釋出了一份投影片 這個人對這種技術還蠻有深入研究的 其實我們偶爾都會交流 可是我沒有注意到他 但是這次的投影片之後我就非常注意他 那alpha-go 這次我們看到他跟李士遲對戰的結果是4比1 勝利 那第四盤書 有很多人在分析說 李士遲在中間有一期非常奇妙的廟手 所以結果導致alpha-go輸掉 那但是廟手不是天天都有 所以可能 那個奇妮上面李士遲還是 跟alpha-go其實 還是之間 其實應該算伯仲之間 可是因為人跟電腦大戰 這是第一次 人對電腦實在是太不熟悉了 所以 或許多戰幾次有可能會反敗為生 可是 電腦也會變強 他還會繼續變強 所以 可見的人很可能接下來會打不贏 好 那很多人研究alpha-go的下法 那我寫這一篇 我主要是在想 alpha-go有沒有什麼弱點 好 那所以我們想 從alpha-go的論文裡面找出alpha-go的弱點 所以我就去看alpha-go的論文 那你只要找到一個弱點 其實 就夠了 就可以反敗為生 因為 他們都是九段的高手 而且是九段超越流的高手 那個只要有任何一個弱點 他就會攻 馬上就 整個局勢就反轉 那所以 我覺得 李士時需要一個人工智慧專家 來告訴他alpha-go可能的弱點 所以我稍微去研究了一下 那 這裡 有一個很重要的圖形 這是alpha-go論文裡面的一張圖 那這張圖 基本上有兩個函數 這兩個函數 就是整個 下期的關鍵 那 第一個 應該是從後面這一個來看 後面這個value network 是價值網路 所謂的價值網路 其實就是一個用 神經網路的方式 然後他可以用來判斷 這整個盤面到底得幾分 也就是 他就是盤面平估函數 我們在看五指期的時候 我們上禮拜那個層次是不是這樣 就是 一指得一分 兩指得三分來五分 那三指呢 就得 可能 再三倍 四指再三倍 五指就無限大 對 類似像這樣 那五指我通常 可能給一萬分之類的 反正很大 夠大就好 那 這種就是盤面平估函數 你連成五指就是 就是得一萬分 你連成四指的話 可能只得了 得了一百分之類的 那三指的話 就可能只得 只得二十分 像這樣子的 盤面平估函數 那這個vs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s就是盤面 s's都是盤面 那v呢 就是value 價值也是 評估函數 那θ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盤面平估函數 它是可以調整 調整哪裡 因為它是一個網路 是一個神經網路 所以它調整的是它的權重 這個θ就是那些權重的代表符號 好 好 那這個 它除了用v 這個盤面平估函數以外 其實它也還用了另外一個 而且這個v呢 是從這一個策略網路 所導出來的 ok 它是先學到了策略網路 最後再去歸納出一個價值網路 ok 那策略網路到底是做什麼呢 策略網路它的意思就是 你看這個s一樣是盤面 a呢是動作 那你應該知道所謂的動作是什麼了吧 盤面動作 動作就是我要下哪一指 在這個盤面底下我應該下哪一指 那個就是動作 好 可是它變成一個類似 用p的話 其實它有特定的目的 因為p通常代表機率 所以呢 它這個其實是在算 我下這一指的機率應該有多大 那 它如果下一個很好的指的機率越大的話 那它起力應該就會越強 很爛的指下的機率應該就很小 幾乎是不可能去下它 那這樣它的起力就越強 好 那現在它就希望說去訓練一個很好的這種 下一步我應該下哪裡的機率的函數 然後 最後用這一個函數再來做下起的動作 那所以 這兩個 一個是盤面評估函數 一個是應該下哪一步的機率 那 AlphaGo所學習的 最後會學習出這個pas 就是策略網路 然後再從策略網路歸納出價值網路 那這個盤面評估函數 跟策略網路 那就是一個是 評估整個盤面 一個是 到底下哪一步比較好的 一個機率 機率評估值 那這兩個只要有一個有缺點 就會 有 有辦法攻破它 可是 問題是 這兩函數到底是怎麼出來的 怎麼出來的 是從這張圖 做一個整體架構的解釋 那 它到底是 這張圖是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看到前面三個都是P 所以其實前面三個都是策略網路 也就是決定下一手要下哪一步的 每一個函數 那 最後一個是價值網路 也就是盤面評估函數 所以它從 123這邊都是在 不斷的強化它的 它的策略網路 讓它每一手都下得很好 可是它的策略網路 為什麼要有300 這裡就是 整個alpha-go裡面很有趣的地方 第一個 A我們可以說它是直接策略 就是這個ppi 我們可以說它是直接策略 那 這個p sigma 我們可以說它是席的策略 這個p row 它叫改良策略 這是我翻的 譯文 因為照它的 文字直接翻譯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 滾出策略 這個sl策略網路 rl策略網路 那可是sl和rl 是強化學習之後的策略網路 可是其實就是改良後的策略 那問題是 它是 所謂的直接策略是什麼 直接策略它是從 歷史對局資料庫裡面 分類出來 歷史對局資料庫直接分類出來 然後呢 就 就得到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就可以直接用來算 我應該下哪一步 但是 為什麼不直接拿來用 就好 因為不夠強 alpha go 要做到這麼強 它不可能只靠這種 這麼簡單的做法 那所以呢 它再去 做一個 改進 改進之後呢 就得到這個席的策略 那這個席的策略是一個 算是把直接策略 修改之後的結果 那但是它還是使用 歷史對局資料庫 它並沒有 加入自我 自我對下 那等到 然後 到了改良策略的時候 它其實是加入了自我對下 自己跟自己下了幾 幾百萬盤之後的結果 那最後呢 就 就 從這個 自我對下之後 非常 強化之後的那個 改良策略 再去計算出 反面評估凡數 OK 所以它這是 四個主要的步驟 那這邊呢 其實 剛剛我們大概都已經解釋完了 那 這一張圖裡面 上面 上面的這個圈圈 圈起來的都是網路的部分 這些網路 所使用的一種方法 叫做 聲捲基神經網路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那這個 聲捲基神經網路 大概就是最近 有一個 被講的 好像很神奇的名詞 就是深度學習 的主力 方法 OK 深度學習的主力方法 基本上就是 聲捲基神經網路 所以你如果 不要 不要跟著那個流行 你去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 所有深度學習 裡面幾乎都在講 聲捲基神經網路 當然它最後有搭配一些 譬如說回歸 那個就是傳統的統計上面 就有的東西 OK 所以 深度學習 你可以把它跟 聲捲基神經網路 等同起來 或者是 聲捲基神經網路 就是深度學習的 最核心 再來 因為這次是下棋 所以它又用了一個 跟深度學習 比較不同的 一個做法 這個是 在圍棋上面 後來 後來發展說 圍棋對電腦來講 實在太難 因為用 用那個 這個minimum mass 的話搜尋會太大 用alpha beta又修不掉 結果他們就另辟方法 另辟方法就採用了一種 跟傳統的 那種 直接計算 計算出 結果的方式 不一樣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 在場有 公管來的同學 應該你們這邊都會很強 那 什麼意思呢 機率統計 這個是我們 資工的人很多都不太有修 我好像有教過你們這屆的人 對 你們的機率統計是我教的 好 所以不會就沒道理 那 機率統計裡面呢 還記得信賴區間吧 這個蒙地卡羅對局搜尋法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它使用信賴區間上屆 來做 最後的 價值 的那個 那個節點到底好不好 是用它的信賴區間的上屆 好 那這裡後面我們會再看到 好 所以這個蒙地卡羅對局搜尋法 它會比較有系統的去搜尋 節點 搜尋這每一個盤面 節點 然後它搜尋到 最後 發現說 接下來沒有對戰紀錄的時候怎麼辦 方法就是 自我對戰 跑一個自我對戰 兩個 兩個城市 就像我們上禮拜那樣有沒有 下下下下 只是兩邊都是電腦 OK 那自我對戰之後最後有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 要嘛就是輸 要嘛就是贏 要嘛就是平手 對不對 只有這三種 那輸的話呢 就負一分 贏的話就正一分 平手就零分 就這樣 把這個到底輸贏還是平手的這個加減分數回饋給 回饋 統計 紀錄下來 然後呢 再決定 現在的 那個信賴區間上屆到底誰最高 再從信賴區間上屆最高的那個下去搜尋 好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後面這邊 就是應該都同一個圖 那有一些參考文獻 那這裡所採用的方法 這個就是所謂的信賴區間上屆的算法 OK 你可以看到平均值對不對 S i bar 這是第i個策略的平均值 不是所有的 是第i個策略的平均值 OK 那這個是第i個策略贏的次數 OK 欸 是所有次數不是贏的次數 第i個策略的所有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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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對極次數 那這個N是所有可能的策略的所有次數加起來 也就是總次數 OK 那他就用這個公式取出信賴區間上屆 那這有什麼好處 我為什麼不直接用平均值就好 為什麼要信賴區間上屆 因為如果用平均值的話 那某一個點如果他平均就比別人好 那我最後就會一直選他 那我一直選他的話 我其他點都沒收到 所以呢 他用這個公式有什麼好處 好處就是 就算某一點特別好 但是我也不會一直選他 因為一旦我選他樣本數很多 這個ni很多的時候 他的上屆就會下降 ni很多上屆會下降 那別人就有機會變成最高 那他就會去再去收別的節點 OK 所以這個信賴區間上屆的方法 他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是一個思考的蠻巧妙的一個東西 那接下來他就用蒙蒂卡羅對局搜尋法 和信蠻區間上屆當成那個選擇下一點的 解點的方法 然後去做一個有系統的對局數搜尋 好 那什麼樣是有系統的對局數搜尋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看他現在這一條是目前看到 信賴區間上屆最好的一條路 OK 那可是到了這個節點之後 他發現接下來沒有對局紀錄 往下沒有對局紀錄 這一個他就建立一個新的節點 00沒有對局紀錄 然後他就開始讓兩個城市對打 兩個城市對下 下完之後是不是要嘛就是贏 要嘛就是輸 要嘛就是平手 好 那就有10-1 10-1的資訊回饋回來 那他就去更新說 現在我方的贏的紀錄 像以這個例子而言是 這次下的結果是這個白色贏 OK 白色贏的話 那他就把白色的通通都加1 白色的贏的次數通通都加1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灰色的都沒有加1 OK 所以他下完這一盤 贏了 那就更新這路徑上面的所有紀錄 那這個是α共論文裡面的蒙蒂卡羅搜尋數範例 那這樣看起來就比較複雜 他其實做的就是剛剛那件事 我們講的那件事 只是剛剛是用數字現在變成棋盤 好 那這個是 我就透了解這個之後我就再猜 但他這個東西有沒有什麼問題 一定會漏掉一些分枝啊 如果運氣不好的話他可能會誤判 可是因為他是用信賴區間上界 所以他其實搜尋的方法還蠻巧妙的 你要真的明顯的找出他的漏洞 也不容易 OK 那有一些可能性就是 他真的運氣很不好 下面明明都很爛 那我以為很好 那也就是他探索了5次 結果發現說 下面明明都是 探索了5次都是很好 但是呢 結果事實上那條路徑是很爛 那這樣的話他就會誤判 另外是下面都很好 結果探索的幾次都很爛 那這也會誤判 可是學過統計的人應該都知道 那我次數多的時候 這種誤判的可能性就會非常低 那 所以呢 這種誤判其實相對的 並不會那麼常出現 只要你統計的時候 是真的隨機的 而且夠客觀的話 這種誤判其實 機會並不是很常出現 那接下來 接下來接下來就是 聲捲肌神經網路 這是第二個 他所使用的方法 就是剛剛那個 那些網路在 在學習權重的時候用 那這個 先不看聲捲肌 先看捲肌神經網路 CNN 那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做法 它不是 它基本上不是設計來下圍棋的 它其實這種網路 一開始是設計來做影像辨識 影像辨識 這裡有一隻貓 我怎麼知道它是一隻貓 這裡手寫數字是一個3 我怎麼知道它是一個3 這裡手寫數字是一個8 我怎麼知道它是一個8 這裡寫了一個英文字是A 我怎麼知道是A 那在人工智慧的方法裡面有一些經典的方法 那神經網路就是其中一個非常經典的方法 而且神經網路的設計 就很 在人工智慧裡面是獨樹一格 它不是我們很傳統的那種做法 就是它的思路就完全是模擬大腦神經源的想法來了 OK 那這之後我們會再針對神經網路做很詳細的介紹 那今天我們先暫時大概了解 有這種東西就好 那神經網路常常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如果對整剛影像直接做神經網路的話 那那個神經線會很多 神經線很多的時候呢 你學習起來就很難處理 而且最後學出來結果會很爛 那神經線很多樣本數又很少 那就更爛 那現在問題是 那我怎麼樣子降低神經線的數量 那這個CNN就提出了一個 蠻有效的方法可以降低神經線的數量 而且還可以提高樣本數 怎麼做呢 本來我神經線是每一個節點這個綠色盤面 全部都要有一條神經線連出來 那連到下一層每一個節點都要連上去 哇那就會有N乘M的狀況出現 可是N乘M的狀況出現 那這最後只有幾個樣本的話 訓練起來一定很爛 所以呢 就有人提出說 你不要弄那麼大 我們呢 像這個盤面假設這麼大的話 我就先用小塊小塊的 每次看一小塊就好 我每次看一小塊的話呢 那這樣我樣本數就會變很多 舉個例子 如果19乘19的棋盤 我都用3乘3的去做這樣的卷機 那請問最後會有幾個樣本 一張一個棋盤盤面會有幾個樣本出來 19乘19的棋盤用3乘3的 19-3加1 那就是17啊 最後會有17乘17個樣本出現 那361的棋盤裡面 361格的棋盤裡面 它就會有將近300格的樣 300格的樣本出現 這樣本數就會大大的提高 比傳統的可能就提高了300A OK 那第二個 它有取這個小塊的 來做統計有什麼用處 因為小塊比較容易掌控 你很大塊你不知道它到底 到底整個在描述什麼 但是小塊我就知道說 OK它可能在描述直線 可能在描述斜線 可能在描述橫線 這個對五子齊來講就很有用 對圍齊來講 目前看起來沒什麼用 待會你會看到有用 好現在它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區塊之後呢 它會給每一個點都乘以1或0 這邊是乘以1 乘以0 乘以1 乘以0 乘以1 乘以0 乘以0 1乘以0 乘以1 那這個顯然是一個交錯式的 一個卷积法 那交錯式的遮罩 那用這個遮罩來算出分數 算出輸出的結果 那這個輸出結果你看 為什麼是4 因為在這裡 所有的1裡面有4個是乘以1的 所以它最後得出4 同樣的這裡呢 所有的1裡面呢 只有3個是乘以1的 所以它最後算出3分 那就這樣一路算 就算出這麼多的卷积分數 好 那這個卷积呢 如果只有一成的話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效用 但是 現在所謂的升卷积就比較厲害 它用了非常多層 以α構而言 用了13層的卷积 但是13層是最多嗎 我後來看到有人在分享 不是喔 因為有人曾經看過 鬼卵用100多層的升卷积在卷积 不知道是卷积什麼我們都忘了 那那個 100多層的卷积在傳統的神經網路 會覺得根本 沒辦法運作 因為 因為那個數學模型沒有那麼好啊 它 它會有一些失誤 有一些誤差率 一層一層的誤差率下去的話 就跟那個 有一種遊戲 就是我第一個講給第二個聽 第二個講給第三個聽 或者是不能講要用筆的 然後結果最後一個通通幾乎都是猜錯的 如果傳統的方式 那個神經網路的如果用很多層的話 應該就會變成這樣 可是這次的升卷积的方式 好像不太會變這樣 100多層居然還可以跟做 這不可思議 那這個是人家做影像處理的時候 的一個用升卷积的方式去做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個第一次第二次的卷积的時候 他得到的都是這種斜線 橫線直線這種東西 OK 然後這個再去做組合之後 你就會看到已經出現彼此眼睛耳朵了 然後在彼此眼睛耳朵再去組合之後 你就會看到人臉出現 那你就說像這種人臉的 最後會辨識為這個人 像這種人臉的最後會辨識為這個人 那就達到了影像辨識的功能 所以他這個是在做辨識人臉 這一個範例是在做人臉辨識 好 那這個方法本來用在影像處理上面 現在被用在α-go的圍棋上面 那透過5x5 α-go透過5x5的卷积做第一層 但是後面他不是5x5 後面用3x3 所以這後面我們會再看到 那5x5的區塊大小會不會是一個問題呢 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不會是問題 為什麼 那你看 這裡啊 這個就是5x5的那個結果 可是他最後在第二層之後 他已經不只考慮到5x5 他其實在繼續卷积下去 他會考慮到的就已經擴大 好一直擴大下去 他在最後已經考慮到整個棋盤 那這樣子到底他的5x5 會不會造成某些盲點 我相信是會 可是問題是 要看他後面的組合到底有多好 如果他真的組合得很好的話 那這些盲點可能都可以克服掉 OK 好 那這些我就沒有辦法去進一步再說了 因為剩下的東西 為期我不懂 所以這一份看到這裡就可以了 接下來就是這一份 我覺得超讚的一份 那這一份不是我寫的 這一份是Mark Zhang寫的 那我一個網友 然後他分享出來之後 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覺得 哇 這份寫的超棒 然後所以我就跟他聯絡 然後說我可不可以 投影片裡面用你的資料 剪貼之類 他說OK 沒問題 那這個 對 所以我後來沒剪貼 因為我覺得他寫的太好了 我不知道從何下什麼 乾脆直接用他的來講 那 整個他想看的是說 深入AlphaGo 了解他的技術 那我覺得他這份真的深入 那他整個投影片想表達的是 下期的人工智慧到底怎麼做 這是第一個主題 接下來 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是什麼 接下來強化式學習又是什麼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 強化式學習 AlphaGo的方法 好 那 人工智慧在下期上面 到底怎麼做 OK 那有Minimum Mesma的方法 這個 OK 但是 這不是他今天主要要提 那我們剛剛也提過了 Minimum Mesma的方法 接下來是蒙蒂卡羅 數狀搜尋搜尋法 這才是AlphaGo的主要方法 那再來 在蒙蒂卡羅 你要解釋的話 有一個經典的問題 叫做 多手背的賭博機 OK 那個是一個蒙蒂卡羅 搜尋法的一個經典範例問題 那是每一個手背 你掉錢的機率不一樣 每一個手背你贏錢的機率不一樣 那你要透過你現在只有這麼多錢 你要怎麼樣子探索 讓你最後贏錢的機率最高 那這是多手背的賭博機問題 那透過多手背的賭博機問題呢 把它用在下期方面 就會變成像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下期的緊緻遊戲 那你可以看到 上面的這些盤面都是圈贏了 然後圈有沒有 三個連線 三個連線 所以圈贏了 下面這些盤面都是差贏了 有沒有 三個連線 三個連線 OK 所以有輸有贏 那以傳統的minima mesma的做法呢 它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比較簡單都只有01 因為最後就是隱漢書 隱漢書 隱漢書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其實每個節點 它這裡沒有把整個盤面都畫出來 應該是剛剛那張圖才有把整個盤面畫出來 那最後它就只有畫誰下誰下 可是基本上就是這張圖的分數 就是這張圖的分數 OK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 第一層是mesma 就是取大值 OK 第二層是min層 那一直到最後這一層 是圈的 又是mesma 那這裡下面都只有一個 那就是-1直接提上來0 那問題是 這一個是-1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min層 取小值0和-1 -1比較小 所以它是取小值 0和0 這沒得取 -1-1 這也沒得取 那這邊1-1呢 取 這一層 這一層是min層 但是這一層是max層 max層的話 就要取大值 那1-1 平手 沒什麼好取 1-1 1-0 取大值的1 像這樣取上來 一路取上來的結果 那最後 你就會發現 這邊-1 這邊1-1 那我這邊是取大 還是取小 取大 所以呢 我這邊應該會是1 ok 那我應該是1的話 代表是什麼意思 我應該走這條路 也就是說 呃 就是 就是 對方最好的 可能是走這條路 ok 那就這樣子搜尋 收下去 那你就會得到一個完整的搜尋數 ok 那這是傳統的做法 可是呢 呃 我們如果 這樣搜下去 搜不完 你緊緻遊戲可以把它搜完 可是 我一起絕對搜不完 那搜不完怎麼辦 搜不完 搜不完的話 就是我只能搜其中一部分 那這就是蒙蒂卡羅的做法 那搜哪一部分 搜信賴區間上屆最高的那個節點 每次都選信賴區間上屆最高的節點來搜 就對了 好 那搜到最後 你怎麼知道到底是誰贏了 所以你收到某一個節點 那還在盤中 還在盤中 你不知道誰贏了 讓他自我對戰 自我對戰之後 就會有誰贏了出來 回過頭來 更新統計詞 下一次繼續選信賴區間上屆最高的點來搜 那這就是蒙蒂卡羅的訴狀搜尋法 基本上我剛剛已經講完 那這些圖就是把我們剛剛那個圖又看了一遍 那他有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選取 選取目前信賴區間上屆最高的一條路 OK 那接下來擴展 擴展展出一個新的節點 展出新的節點之後 自我對下 自我對下之後 會得到到底贏還輸 以這個例子而言是贏了 贏了之後呢 更新這條路径上面 所有統計資訊 只要是跟我方 跟這一方相同的 那就要加一 這一方的就不用加 但是呢 每一層的這個分母 因為多比了一排 所以都要加一 OK 那這種東西可以放在這種 經典的問題是這種賭博機上 OK 那可是呢 以賭博機為例 其實不管以什麼為例 都是用這個公式 OK 那用這個公式就是取信賴區間上屆 那它的原算法呢 基本上它會需要這些統計資訊 Q 就是剛剛那個三分之二這種東西 就三次贏兩次之類 然後 NS 就是 就是 總 總共比的次數 OK 那 NSA 就是 走這一條路 總共走幾次 這樣 那像這樣子 那 這邊的C 是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如果設的 大的話 就代表說 呃 你希望 那個 平均值的影響力低一點 因為常數設的大嘛 它現在區間就會取得很大 取得很大 那那個 那個 呃 次數的影響力就會變得 變得很小 因為 現在區間取得很大 OK 就是 就是 這一個的影響力就會變小 然後 這一個 C取得大 這一個影響力就會變大 OK 好 那 那 現在區間 呃 上界的 算法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 以這邊 它應該走A1 還A2 以這個例子 因為A1算起來是1.3 A2算起來是0.94 所以 應該走A1 取大的那個 OK 就這樣子走下去 好 有了這個方法之後 它就可以有系統的探索 我到底接下來 應該 探索哪一個節點 應該 做哪個對戰 好 那 於是呢 就可以 做一種 學習了 怎麼學習呢 我現在一開始 我目前的模型 假設是這個樣子 一開始的模型 你可以怎麼設 以Google而言 它是從 對局 資料庫裡面 先學習出來 一組權重 就是當一開始的模型 但是我們一般人 可能沒有那種 對局資料庫 或者是我沒有 沒有做這種 權重的 預設 那我一開始的權重 應該怎麼設定 隨便設 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 大家都設的一模一樣 每個權重都0.1 可以 從這邊開始學習 就可以了 好 那就是 你一開始隨便設 然後讓它去隨便下 隨便下之後的結果當然很爛啊 就明明是這樣 應該下這一紙 它就下了這一紙 對 當然很爛啊 那很爛的結果怎麼樣 這裡 我們 可以告訴它 可以告訴它說 我應該要下這一點 才是好 那這個就是那個 Google的對局資料庫的 一開始的用途 先告訴它 這樣才是好 好的之後呢 它就去回饋給你的學習模型 那學習模型就去調整它的參數 調到最後 它只要把參數調到 說OK 我現在不下這個了 我下這個 也就是說它預測出來 不是這一個比較好 而是這一個比較好 那就對了 那對的時候呢 它就學到 這手下 好 那 接下來再用這一個機器學習模型 再去做 預測的時候 再去對局下的時候 它就不會下剛剛那個很爛的手 它會下這一手比較好 好 那到了這邊呢 是Google的AlphaGo 所採用的一個方式是這樣 它為了要 因為盤面如果 每一個狀態 都當成一類的話 那實在是太多類了 所以它先要做一個分類 分類是怎樣呢 它把盤面分成很多種可能性 第一種是像這種 圍紙的 基本上我黑紙已經把你的白紙快要圍死了 那這個盤面對誰有利 對黑紙有利 對不對 所以這種盤面是好 對黑紙有利的好盤面 那這種盤面是 對黑紙來講沒有什麼效用的盤面 OK 所以它就先把這些盤面做分類 那以這個而言 這個盤面得一分 因為它可以圍 接下來就可以圍掉一紙 這個盤面得兩分 接下來可以圍掉兩紙 這個盤面得三分 接下來可以圍掉三紙 OK 好 那透過這樣的設計 就是有一個初步的盤面的評估 但是是小型盤面的評估 那它這樣子去訓練訓練 那就可能得到一個 一個不錯的小盤面的圍棋下 譬如說三乘三的圍棋 基本上也不太需要下 因為三乘三只有一種可能性可以被圍住 那四乘四對不對 五乘五 五乘五的圍棋 學起來應該很容易 因為邊邊根本就圍不到 所以你五乘五的話 你要把它列舉出來 是蠻有可能的 但是呢 十九乘十九基本上你就沒辦法 好 那這時候它就用了一個神經網路 這個神經網路 它為了要訓練那些全中的殘數 為了要讓電腦可以知道說 下這一指比較好 做一個分類 那它就用了這樣一個神經網路 那這種神經網路 這是簡化過的 它主要在講的是 神經網路通常會用一種連續函數 而且是可為的 那這裡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人工智慧會牵涉到連續且可為這個概念 但是事實上 人工智慧裡面到處都是這種概念 所以 各位今年的這門課 你會沒有上過我前面一門課叫做 科學計算 明年的話 我打算就是在山上開科學計算 三下開人工智慧 這樣可以串成一氣 所以我一年級教程式設計 二年級教你設計整台電腦 三年級就教你科學計算和人工智慧的這個領域 整個串行 你會發現人工智慧裡面用到的很多東西都是數學 科學計算也就是在研究怎麼樣子用電腦做數學問題 OK 所以這兩個是有密切關係的 那為什麼用這種說它要連續而且可為 因為我們要取倒數 取偏微分 還有一下偏微分是什麼東西嗎 各位好像微積分這一屆也是我教的事嗎 或許你又忘了偏微分是什麼 對不對 好 有F 我對S取偏微分 那我就把Y當成一個常數 OK 我如果對Y取偏微分 那就把S當成一個常數 這樣子去做 那這時候 圍出來的東西就稱為偏微分 那在這裡呢 因為這種連續而且可為的函數 它可以做偏微分 那我們就可以取 取偏導數 偏導數 所有的東西的偏導數合起來 的那個向量 叫做T度 神經網路裡面需要用到一個東西 叫做T度下降法 也就是說它要朝著T度的方向走 還記得我們 第一個禮拜講爬山演算法嗎 爬山演算法是怎麼走 旁邊比較好 我就往旁邊走 對不對 左邊比較好 就往左邊走 右邊比較好 就往右邊走 欸 我們的席題有沒有人做 爬山演算法的那個 有SY的情況 席題有沒有人做 沒有啦 那 那你就沒有辦法體會 深入的體會這件事 好 爬山演算法 左邊好就左左邊 右邊好就左右邊 那如果今天是 立體的情況之下呢 那我就是 左邊好走左邊 右邊好走右邊 前面好走前面 後面好走後面 就這樣 OK 那這樣子就可以 可以讓它越來越好 T度下降法不是這樣 T度下降法 稍微再更進一步 它是說 我永遠都往最斜的方向走 最斜的 最斜的 也就是每次進步可以最大的那個方向走 好 這就是T度下降法 所以要取偏導數就是這個原因 取偏導數 往每次都往最好的方向走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會比較快啊 那你如果 你如果每次是 隨便 挑個方向走的話 那你只會改到一個參數 那意思就是說呢 你這個 W1 W2 WB裡面只會改一個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採用的是 T度下降法的話 你一次就會把全部的參數都改一遍 那如果 如果 以相同次數而言的話 哪一個會比較快 T度下降法通常會比較快 OK 所以 這裡 是為什麼用 這個 的原因 那接下來 它有用一個reload函數 那這個呢 就 跟傳統的不一樣 它這個是 有一點不可為的 其他的是可為的 這直線都是可為的 但是這一個 這一個點是不可為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點不可為 知道嗎 不知道 折點都不可為 對吧 因為 左導數跟右導數不一樣 就不可為 維基分 維基分 左導數、右導數不一樣 兩個字不一樣的時候 就是不可為 就是不可為 因為你不知道 請哪一個 好 接下來 神經網路可以做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例子 數位邏輯裡面 我們是不是有學過an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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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答案中 答案是可以的 我們只要用上面的波紋 sigmoid 或者osas 他就可以去訓練這些權重 最後學出一個這樣的分法 因為這個權重我最後如果學到w1是20 w2是20 wb是30 那他就會變成一條線 這是一條線 這條線分在這裡 所以他就把1和0隔開 這就代表他學到了 那問題來了 假如今天我們想做SOR雜 我只用一層的神經網路 只用一層的神經網路 我有沒有辦法把SOR雜做出來 SOR雜是這裡還有一個E 這個下角還有一個E 你有沒有辦法畫一條線把0和1區分開來 這個下角還有一個E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辦法畫一條線把0和1區分開來 沒辦法對不對 因為像這樣的 或者是像另外一個一樣SOR SOR是倒過來 剛剛那個是NSOR 我沒有辦法畫一條線把0和1區分開來 我至少要畫兩條線 那怎麼辦呢 就用一層的神經網路做不到 但是用兩層就可以 你再多加一層 中間節點 去把這兩條線做組合 你就可以把這個1和0區分開來 那這就是兩層以上的神經網路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呢 他就要來講有關於 神卷機神經網路裡面 很常用到的一個叫Softmax函數 那這Softmax函數定義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你會看起來很奇怪 這個1就是自然對數的那個2.71828那個1 那定義成這樣你看很奇怪 但是事實上他背後都有數學 很深的數學 那所以到了人工智慧領域 最後你會發現數學很重要 大家都在玩數學 那你能夠在數學上有所突破 你通常在你的神經網路 或者是在你的人工智慧方法上面 就會有所突破 你數學想不清楚 你做的層次就不好 數學想得清楚 你做的層次就好 但是像Google的AlphaGo這種團隊 他通常不是自己發明那些數學 是有人已經發明了那些數學 他看 他看得很清楚 然後他把這個人的這個方法 和另外一個人的這個方法 組合起來 變成一套完整的方法 這就是公司的做法 台灣沒有這種公司 Google 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他把不同的方法組合起來 這代表說他對那個數學的理解已經足夠 讓他可以創造組合性的應用 那這樣子的話 他做出來的東西就會搶 那你會看到這個softmax 基本上也是一條這樣的函數 跟剛剛那個sigmoid 都是很像 那只是現在又改成softmax而已 那他這個要做什麼呢 他是希望說 對每一類而言 都會輸出一個1 其他都是0 第一類那就這邊1 第二類就這邊1 第三類就這邊1 他有三個節點 每一類都一個1 其他都是0 這個softmax有這種特性 那這時候他就用個 這個softmax函數當成最後的 那個節點值的轉換函數 然後來做 升卷機神經網路訓練 那他的訓練方法是這樣 這是深度寬度高度 那所謂的深度寬度高度 就是寬度跟高度就是那個 卷機的那個小區塊的區塊大小 深度就是我到底用了幾種屬性 或幾層來做 好 那這裡他卷機出來的東西 就像這樣 就是卷機學習的神經網路 他會像這樣 輸入層這通常是一張影像 或者是一個棋盤的盤面 然後呢 第一個卷機層 他所偵測的東西是 橫線、直線、斜線、斜線 第二個卷機層 他因為有了第一個卷機層的資訊 他再把它組合起來 他就變成拿好幾條線來組合 OK 所以 他到底是怎麼從直線、直線來組合出多邊形呢 從這一張圖裡面就可以看出了 這裡是一張這樣的影像 他就有點像圍起來的這種影像 那你看他是盤面也可以 就一個圍起來的盤面 問題是 我現在 用這兩層的 這兩個區塊當基礎 小區塊當基礎 你可以看到 這個區塊在哪裡出現 在這裡出現 對不對 這個區塊在哪裡出現 在這裡出現 然後呢 這一個是誰 又是他 這個是誰 又是他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用四塊 就可以組合出他了 好 那你用四塊去捲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當我用這兩種形式個別去捲 那 以這個而言 他捲出來 捲出來的結果會是這兩點 是1 其他是0 為什麼 因為這兩點 這三個都是量 就是這兩塊 這三個都是量 所以捲出來 它會是一個接近1的值 那 所以 但是這一點 為什麼捲出來不是1 因為他不是 或者是這一點 其他點都不是 因為他不是跟他剛好一致的 他捲出來 不是1 他就會被調成幾乎是0 好 所以其他的呢 就幾乎是0 只有這兩點 會是1 以這一塊去捲 以這一塊去捲呢 那就會 這兩點是1 其他幾乎都是0 那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當基礎 然後再去做訓練 那這裡你可以看到 這邊 這是一個為期的輸入情況 那我們希望他 最後的輸出是這一個值 那如果我們 把輸入情況編碼好 然後呢 目標也編碼好 然後讓他去學習這個輸出 那最後你會看到 他訓練完 本來一開始呢 可能會下得不好 可能會下得不好 但是訓練完之後 就會下得越來越好 這個是forward propagation的情況 就是說我透過這個輸入 然後我一層一層算 算到最後呢 得到最後 他發現這三點 是這個神經網路預測應該下的 應該下的 你可以看到最高機率是這一點 次高是這個 然後第三是這個 其他都不應該下 都是0 但是這個神經網路 目前的這個狀況 不符合 不符合我們想要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 他應該想要的是這一塊 可是他現在最高的卻是這一個 也就是上面這一個 那就不對 所以呢 他就把標準答案 跟這個 做一個差距 把這個差距呢 反饋給前面的 這幾層的神經原 透過這個公式去調整神經原的權重 神經原每一個突出的權重 好 調完之後 他每一步都在做一個T度下降法 所以他其實就是在這種多維空間裡面 去往下走 而且是往最斜的方向走 那往最斜的方向走 最後他訓練出來 讓他往下走 這裡 往下走 往最斜的方向走 最後他會到達一個谷底 這個谷底是什麼 通常就是指 錯誤率最低 正確率最高 的一個點 那到了這個谷底的時候 就代表他學習完成 所以他每次都要去調 那這個調法就叫做 back publication 就是他先計算一個 我目前預測值 跟一個最好答案值 之間的差距 然後呢 拿來做調整 每一個權重都要照這個公式調整 調完之後 他就往下走了一步 那當他走到最下面的時候 就學習完成 好 那這裡就把神經網路的基礎先講完 接下來呢 就看到強化式學習 這是這份投影片的第三個主題 那有了這三個主題之後 我們才可以講 alpha-go到底是怎麼樣設計 那強化式學習 他就在學習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策略網路 第二個就是價值網路 還記得策略網路是幹嘛的吧 就是告訴他應該下哪一步 在這個狀態之下應該下哪一步 那價值網路是幹嘛的 盤面屏幕函數 ok 那所以呢 他所使用的方法是 對策略網路進行T度下降法 policy gradient method 對策略網路進行T度下降 那這個學習的狀況大概是這樣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如果讓他做對下 對下或者是用棋譜也可以 那最後呢 黑色贏了 我讓他對下 最後黑色贏了 那贏了之後呢 他把這個訊息回饋回來 讓他去調整權重 再學習 那因為黑色贏了 所以代表說他這一盤下得不錯 所以那個權重都會被調高 ok 那如果他是黑色但是白色贏了呢 代表這一盤我下得很爛 所以呢 輸了 那他權重都會被調低 就透過這種權重調高調低的方式 這就是回饋訊息 回饋訊息給你的網路 那你網路去調整 調整完之後呢 他就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比較適應目前這一個情況 那每一個情況他都去適應的結果 就是他比較適應整體的情況 ok 那所以這裡就是他的網路的一個示意圖 那傳統的只看盤面評估函數的做法 你只要知道這個盤面絕對好壞 就可以了 那可是呢 如果我們用隨機式的方法的話 我就不是只看一個盤面的好壞 我看的是說我下一手下這個東西的機率 下那個東西的機率 所以下一手下這個 假設現在機率是0.5 下一手下這個機率是0.5 那每一個機率不一樣 那他就可以把這個機率分配在很多個不同手的位置 然後呢 ok 接下來 就 長期的報酬而言的話 我們一直這樣去調整 他會讓這個網路越來越好 那這個是盤面評估函數就是狀態價值函數 那這邊是動作價值函數 也就是用那個策略網路評估出來 這是用價值網路評估出來 那他的學習法就是用這個公式去做調整 透過到底下贏了還是輸了 如果贏的話這個R通常會是1 如果輸的話R通常會是-1 這個B通常就是0 那去調整這個權重 那這邊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我覺得這個例子非常棒 他是這樣 好 區塊世界裡面呢 我從這邊出發 這個笑臉就是我 我現在的位置 好 那我從這邊出發 我讓他亂走 一開始亂走 有可能走上走走左 在這個位置就有可能上下左右都可以走 我讓他亂走 怎麼亂走 很簡單 你寫個程式 隨機產生亂數 0的話就走上 1的話就左右 2的話就走下 3的話就走左 可以吧 很簡單 但是呢 他每一個點往上下左右的機率 都是可以調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你走到這邊 你會得到1分 如果你走到這邊 你會扣1分 好 那現在 我應該要怎麼樣子 學習 我才會學到 每一個點的走法的機率最好值 最佳值 那你看喔 這裡他往上走 往這邊走 最後他走到 走到了這邊 目前在這邊 但是 在這邊的時候 他還可能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 到底哪一步比較好 目前不知道 可是目前的機率 一開始設的都是一樣 上下左右各0.25 是沒有差異的 可是最後他會學習出來 一個好的機率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圖 這個圖呢 他 目前我能走到這裡 那這一點是加1分的 這一點是減1分的 那如果我往這邊走 顯然是不錯 我往上面走顯然也是不錯 因為他越來越靠近 這個得1分的點 但是我如果往下面走 的話就不太好 因為他會越來越靠近 這一個 11分的點 那所以 如果他現在的機率是這樣 代表他是不錯的 為什麼 因為他往上走的機率 這麼大 往這邊走的機率也很大 但是往下走的機率 小小的 往回走的機率更小 那這一個決策 是還算不錯的決策 那如果我們一開始 讓他上下左右 每一個點上下左右的機率 都是0.25 也就是1分之1 都是一樣 那這時候 就會有這張圖出現 好 那這張圖呢 一開始 代表初始盤面 初始盤面的機率設定 好 那我如果今天 隨機走一次 隨機走一次 他就這樣走 走到這邊 然後呢 最後呢 他走走走走到這邊 得到1分了 這時候 他應該怎麼調整他的機率值 才會 讓他有T度下降法的那種作用 調整機率值的辦法 就是 OK 他得到的這個1分 他把它反饋回去 調整這上面的每一個權重 現在他調的就是這個機率值 調整每一個權重 然後呢 你看到 這兩張圖 有沒有 一開始這個是大家都一樣 現在我把 往這邊走調大 有沒有 在這條路徑上的所有 所有的 方向 因為他得到1分 所以我把它調大 好 那接下來呢 再看下一個例子 假如我第二輪 我一樣就照剛剛已經調大的那個 再繼續指骰子 再來走 那你就發現說 OK 假如他今天是這樣走 他這次挑的不好 他走到一個扣1分的地方 那這時候呢 我就應該把這上面的這一些 走的方向的那個權重 調低 調低 調低的結果就變小 有沒有看到 調低 調低完 就變小 那這張圖透過大小 來代表他往那個方向的機率值 箭頭的大小 代表他往那個方向的機率值 那 最後 他一直調一直調 這樣調 就有些箭頭會大大大大大大大 有些箭頭會小小小小小小 有些箭頭忽大忽小忽大忽小 對不對 那最後呢 最好的盤面可能是這種情況 我這樣子走對不對 你會看到 我 如果在這一節點的話 我一定往這邊走 一定往這邊走 最後一定是走到這裡 好 一定得1分 那如果我今天不小心在這個節點 我還是會往這邊走 那如果我不小心落在這個節點怎麼辦 很危險啊 這很危險的節點 如果我往下的話我就死了 我就扣1分了 這時候 他的機率值已經設定到絕對往上 也不可能往下 所以他不會死 但是 以這個例子而言 是比較簡化的例子 所以他的勝負很明顯 那很多的 問題上面不是那麼簡化的例子 舉個例子 像這種 這種問題 會適用在 哪些實際的人工智慧問題上面 你稍微想想 有沒有人看過掃地機器人 用過掃地機器人 現在很多家庭也有掃地機器人 對不對 我家就有一隻啊 那個掃地機器人 我們家是那個 Irobar 掃地機器人 他要去走 走一個路徑 把你的房子掃乾淨 但是掃地機器人 只有這麼大 對不對 那他會走走走 那如果他 他 走得不好的話 那他就是 舉個例子 他都一直在牆邊走走走走走 然後呢 都沒有掃到中間 那不行 那 你最後 地板沒有掃乾淨 如果他都只在中間走 不走牆邊 也不行啊 也是沒掃乾淨 那掃地機器人的目標函數應該是什麼 對 全部掃一遍 把它掃乾淨 好 那就跟這個不太一樣 這個是 到了那個點就可以了 那掃地機器人呢 是 每個點 我都要到一遍 而且盡量不要重複 對不對 我如果重複掃很多遍 那我就浪費電了 所以 掃地機器人最後應該是 通通都掃一遍 沒有遺漏 可是問題是 每間房子都不一樣 它上面擺的桌子椅子都不一樣 家具都不一樣 那個布局是完全不同的 那掃地機器人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他才能掃乾淨 你如果寫死程式在裡面 你只能夠少固定這間房間 而且你椅子還不能隨便亂動 那 所以 你不能寫死 你就需要有一些 比較智慧型的做法 在掃地機器人上面 就可以用這種東西 但是它的評估函數不是到一個點 是全面掃乾淨 那 你說 如果我給他報仇 掃地機器人的報仇說 他撿到一個垃圾 掃到一堆垃圾 他就得一分的話 你覺得會怎樣 你的掃地機器人會完蛋 為什麼 你掃到一個東西得一分 對 下次他又一直來找這裡 那明明已經掃過了又再掃 掃過了又再掃 那你的掃地機器人不是完蛋 對 所以你不能讓他說 我掃到東西得一分 這是不對 對掃地機器人來講 清掉了那一區 就清掉了 反而那一區不應該再走 這才是比較好 好 那這是 AlphaGo 接下來就可以看AlphaGo的做法 有了前面的這些基礎之後 就可以看AlphaGo的做法 AlphaGo的做法 是像這個樣子 這是我們剛剛的那張圖 他重畫了一遍 他先從歷史對局盤面裡面 去分類出直接策略 再分出SL策略 這個是席德策略 那接下來呢 把這個席德策略的權重 當成是下一個策略網路的初始值 然後這個策略網路用來幹嘛呢 用來做自我對戰 電腦自己跟自己下 下了之後改進自己的權重 所以他這裡用了一個 policy gradient 也就是剛剛那個 我們調整權重的那一個算式 一直對下 用蒙蒂卡羅的方式對下 然後下完之後再調整權重 下完之後再調整權重 OK 那對下完之後調整權重完畢的那個策略網路 叫做PRO PRO 接下來呢 他訓練完成之後 再透過regulation 回規的方式去算是學習或算是計算出最後的價值網路 然後最後下法就用價值網路的方式去想 OK 那這邊呢 是他的第一層的分類法 也就是這裡 這一邊的做法 第一層分類法 還有這邊 那他兩個呢 這兩個動作 他用了50顆CPU 跑了三個禮拜 那勝率達到57%左右 正確率啦 應該不算勝率 正確率達到57%左右 可以抓到那個盤面 OK 那接下來呢 他所使用的方式是這樣 他剛剛這個 所謂基礎分類 基礎分類 他所使用的方式是這樣 他有用了48個盤面 這48個盤面呢 就是那個 類似剛剛那個過濾器或遮罩 這48個盤面的遮罩 他都是一整組的遮罩 那這個遮罩可以用來 代表一些基礎的樣式 那所以他有所謂的stone color遮罩 石頭顏色遮罩 有liberty遮罩 之類的 各式各樣的遮罩 然後呢 接下來他就訓練了 他總共輸入有19x19 就是圍棋的基本盤面的大小 用了48個平面遮罩 然後呢 第一層裡面 第一層的捲機神經網路 他的 盤面大小是用5x5 捲機大小是用5x5 然後有K個過濾器 K是192 然後呢 這裡第一層用了5x5的去捲機 第二層到第12層呢 都用3x3的方式去捲機 那最後一層呢 就變成1x1的 他只是要輸出 到底好或不好 這個盤面有多好 這個 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分類的方法 那這裡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的輸入 如果是這樣 那我的 已經習得的策略網路是 這個pSigma 他如果去下 這習得策略網路就是從 奇普知識庫裡面 已經學好的那個網路 那個已經有一定的起力了 已經有一定的起力再去下的話 就不會亂下 否則他亂下的話 他學很久又學不好 他是用有一定起力的 已經從奇普裡面 學出來的那個去下 那下的時候 他是一組機率嘛 他可能下這一點的機率是多少 這一點的機率是多少 那他這邊大概用透明度來表示 那可是呢 他可能會下這裡 那就下的不是最好的下吧 應該是下這裡是最好 這時候呢 他就會回饋 那回饋去調整 然後讓他做訓練 訓練完之後呢 最後他就下這陣子的機會會變高 那這時候他就已經有了一個盤面 P-Sigma 這個P-Sigma就訓練好 S-L Policy Network 去訓練好 接下來他要從這個P-Sigma去 去再訓練 進一步訓練 出P-Row 那這中間的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自我對象 P-Sigma到P-Row的關鍵是 他會自我對象 下幾千萬盤 最後學到改進的策略 OK 那他用的是策略的梯度下降法 他用了50顆CPU 一天 最後呢 50顆不是CPU 是GPU 一天 各位知道CPU和GPU有什麼不同嗎 一個是中央處理器 CPU GPU呢 繪圖處理器 為什麼這邊用GPU跑 顯然他的計算是可以平行的 而且他需要很多ALU的計算 這時候他才會用GPU去跑 那如果你對現在的比較先進的一些繪圖卡技術有了解的話 你應該知道NVIDIA是GPU和繪圖卡的最大層 NVIDIA這家公司生產的GPU裡面 每一顆GPU可能都有上百個LU 但是一顆CPU通常有幾個LU 一個點型的 再兩個 四個 四核心 很多啦 但是一個GPU裡面就有上百個LU 上百個算數單元 OK 所以他用這個去跑 顯然是有他的道理 因為他需要大量的計算 大量的LU計算 那總共跑了128萬個盤面 128萬盤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強化式學習 他把這個P-SIGMA當成初始權重 然後呢去當成這個P-ROW的初始權重 然後開始去下 下下下下下下會得到自我對下之間的輸贏資訊 這個輸贏資訊就得1分或11分呢 會回饋回來 讓他去調整這些權重 那調整完權重之後 他會調整 調整這個P-ROW和P-ROW-FU ROW-FU的話就是對手 調整我的權重和對手的權重 為什麼要調整對手 因為他是自我對下 對手也是我 所以我輸了我要改進 我贏了我要記住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電腦牆的地方 你知道有一句話叫做 不怕省一般的對手 就怕租一般的隊友 電腦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輸贏雙方都是他自己 他最後改進的都是他自己 但是呢 我覺得人和電腦之間最大的差距 未來可能會被打掛的原因 很可能就在租一般的隊友 你怎麼打贏他 他們是一體的 他們是團結的 你是分裂的 不一定啦 電腦也可以搞分裂 或許我們可以透過某種方式 讓他們搞分裂 我們就贏了 之類的 但是呢 如果他偏往形成之後 那你要搞他分裂 不知道 或許 這得要想想 好 但是人很容易分裂 而且諸一般的隊友 絕對很容易產生 什麼意思 你想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對不對 人類都是自己打自己啊 對啊 那如果現在電腦說 我來幫希特勒 然後接下來希特勒就統治世界了 對不對 你聯軍再怎麼打 你還是輸 那怎麼辦 所以最後就是 就是電腦還是統治世界 只是他最後是幫助了 某一個獨裁者統治世界 那獨裁者 對其他人來講 就出一般的隊友 可是對他自己來講 就不是啊 好 那接下來呢 就 Policy Gradient Metal 就是策略梯度下降法 他怎麼做呢 就是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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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就是用P周 P周負 這是 反方 黑子白子 那去下一下 那下到最後呢 輸贏判定 判定好之後就得1分或11分 然後回去調整 這些low的權重 好 然後他就可以學習到 每一個的下盤 好 那下 下完了之後 對下對下了 剛剛講多少盤 128萬盤對不對 對下完128萬盤之後 接下來就是 要從這個策略網路 到底應該下哪一指上面 再去歸納出 到底哪些盤面 每一個盤面的分數應該是多少 好 那 去歸納出這個 每一個盤面的分數 他用了50顆GPU 跑了一個禮拜 最後跑出來的 MSE MSE是什麼 公管系人應該知道對不對 MSE是什麼 Minimum Square Error 這種 最小平方差 對不對 最小平方差 0.226 好 這是他跑出來的結果 總共有三十 三千萬個位置 跑出來的 三千萬個位置 咦 圍棋有 三千萬種可能的盤面嗎 不知道 這個 得再仔細看看 最後他歸納出來的價值網路 跟原本的策略網路 基本上 這中間層都是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樣 但他最後加了一層全連結層的 256個履錄單元的網路 這履錄就是像SoftMath 最大的函數就是一種履錄 那這個 再進一步的做歸納 然後呢 最後 這一層就算出一個總分 算總分 那 算完 OK 你就得到了價值網路 和策略網路 就可以拿去跟理事實對戰 其實他在佔理事實之前 先佔了一個人對不對 在四五個月前 他就已經佔了歐洲齊王帆輝 佔完帆輝之後 他還寫了一篇論文 投到Nature上面 就是我們看到的那一篇 我們上一份投影片看的那一篇 好 那接下來這裡有一個 很有趣的地方 這個有趣的地方是 他在訓練的時候 他有一個方法是這樣的 在 這個是比較差的那一個盤面評估函數 叫SLPolicy 就是那個 還沒有自我對下學過的那一個盤面評估函數 那這個是已經自我對下學過的盤面評估函數 而且可能是學到一半的情況 好 那他在這裡中間插了一個隨便亂下子 為什麼要插一個隨便亂下子呢 你想想看有沒有道理 這個是還沒學過的 去下一下下 下到後面呢 中間他插了一部隨便亂下子 然後呢 再讓他的 那個 已經學好的那個 那個東西再去接著下 為什麼 因為 這樣可以擴大 他的那個 學習範圍 比如說 你想想看喔 一個高手是怎麼樣 他絕對不會說 這個盤面我會下 到了另外一個盤面我不會下 我多下了一指 下錯一指之後我就不會下 如果你跟李四十下 應該是這樣子的 我跟李四十下 那 假設我一開始 都 假設這樣好了 現在排名第一的是柯傑嘛 對不對 跟李四十嘛對不對 這兩個人對下 這兩個人對下 但是呢我去攪局 我做什麼攪局呢 就是 李四十下到 其中一步的時候 換我下 啊我就給他亂下一指 亂下一指之後呢 李四十再接著跟柯傑對象 那 這時候李四十就要試圖反敗為勝 對不對 因為被我亂下了一指 那個對高手來講就是致命傷 對不對 那 他要試圖去反敗為勝 那他就去 去把每一個可能性都探索到 OK 那 這樣子的話 那 對 他的起立訓練是有幫助的 現在 大概想法就是這樣 找一個角局的人來下一步 讓你企圖反敗為勝 OK 這裡有個故事對不對 就是天龍八部裡面那個虛祖 不是兩個高手在對下嗎 真龍其局有沒有 然後就嚇到一半那個 那個虛祖跑來突然亂下了一指 然後呢 結果 結果居然破解了那個僵局 然後 後來那個 那個高手就把畢生的功力都輸給了虛祖 有沒有 虛祖同時就變成功力大增 好 所以這個就是虛祖 這個random action就是虛祖跑出來下那一指 但是虛祖是下得很好 這個不見得 這可能會下得很爛 好 那supervised learning 那這裡 輸入 然後透過價值網路去評判 他每一個點好不好 然後呢 最後 如果不是一個很好的值的話呢 這個標準答案就會告訴他 然後回饋 然後去做做做做出來 然後這邊就是蒙蒂卡羅對下法的那邊 那這邊還是再用了一次 那這是一堆統計資訊還有一堆權重 然後選擇 哪一個信賴區間上線最高的 一樣再下 然後擴展調整之類的 好 最後 評估 然後反饋 反饋調整 那在這裡呢 Albago他又用了 總共176個GPU 和1202顆CPU 去跑了多久這邊沒有寫 OK OK 好 那 這個就是 整個Albago的做法 我們用 Mark Zhang的投影片 來講解完畢 好 這樣 大概有個概念 我想 你不可能完成